主要是考制定函数 制定函数的部分的话 当然最重要就是你要把计算的部分把它放在上面 然后另外的话 你要把最后的结果用return 所以难的地方应该 比较难的地方应该在这里 df 然后再有跟我们讲说 你要给它一个制定函数名称 它叫compute 它名称就制定一定要这个名称 然后再来的话 底下留什么 主程式是一个输入的部分 跟输出部分 计算的话计算完return回来就可以了 OK 所以其实现在蛮多城市开发的话就分工 分工的话就是有的人就专门写那个function 有的人专门就是执行那个城市的主城市部分 架构的部分 OK 所以一个城市很庞大 但不是绝对不可能一个人写到底 如果一个人写到底的话那太厉害了 通常就是要分工 teamwork 所以有很多 比如说你写这方面的function 你写这方面的方向 你写这方面的方向 那最后的话呢 我只要呼叫 你得到我要的结果你告诉我就可以了 OK 所以其实有分工的方式 只是说这个第五类的话我们这一题该怎么样把它改成制定函数 这个比较重要 OK 所以以后的话 第五类当然我建议是你可以分两阶段写 第一阶段先把城市写出来 第二阶段再把它试着改成那个制定函数就OK了 以后的话你自己在那个自己写程式也是一样 如果那个程式相对比较复杂的话 还是建议你可以把它拆开来 计算的部分放在function 然后主程式的话就负责输入跟输出 OK 这种写法还蛮多的 所以以后如果你们看到有人把它写成制定函数 你不要觉得很奇怪 OK 因为这样的好处就是说 如果那个方权部分以后 除了你这一次用之后 还有给别的城市用到的话 那就有必要把它写成方权 这可能要慢慢有这个概念 OK 那不过慢慢一步一步的 那怎么改 OK 其实也不难 大概掌握几个要诀吧 反正大家知道 把输入输出留在什么 留在那个底下 然后上面做一个就是制定函数 所以我们来看一下 第五类它提到制定函数它一样 要用compute 然后而且 这第几 50 这508 应该是50 506一样 它这个地方也是一样 一样在compute 然后一样的话要传 应该这个地方有ABC 所以会有三个 那它没有提到是用X跟XYZ 好像ABC 那你就用ABC好了 所以程式该如何修改 一 第一 我们一样的先打开刚刚这个程式 第二的话请你把什么 把输入跟输出找到 输入在哪里 输入在这里 输出在哪里 输出在这里 有没有 把输入输出中间的部分 待会移到上面去 那接下来的话呢 因为上面有一个import 按import的部分的话 请你在df 请你放在import的下一行 在这边打一个df 名称的话呢 叫compute 括弧 然后有三个参数 就A 豆点B 豆点C 然后后面加一个mail enter一下 enter两下 OK 然后把计算 所以除了那个什么 所以干脆一 一 先增加一个compute OK 反正以后干脆 你就不会写的话 你就背口诀好了 我发现这背口诀 好像比较 大家比较记得起来 不然的话有的时候 这个 讲得太那个太活的话 有时候记不得起来 一 增加一个compute df 二的话呢 请你把 除了input 跟output input跟print 中间的这些程式的 怎么样 把它移动到哪里呢 移动到df下方 所以一 先建一个df 二的话呢 把除了input output中间的程式 拖拉到上方 放开 然后记得按个tape 因为它是在它的下一节 按个tape 好 所以第二步骤完成了 一建一个这个 二的话呢 就是 把刚刚 除了input output的部分 把它放过来 那中间的空开 把它delete掉 所以 底下的话 就只留下什么 留下那个input 跟output ok 然后呢 再来的话 我们 特别注意 底下的话 就input 可是问题 我要怎么样把资料 传给它 很简单 最后的话 请你把这个function compute abc 把它 这个名称 c 直接贴到哪里呢 贴到print 括弧里面 意思就是说 我要计算 那我把这个上面abc 三个资料的变数 传给你了 传到哪里去呢 传到上面去 接下来它这个地方就变参数了 它抓到了 传过去它参数 它接到了 接到之后的话呢 它就把这abc的资料带到底下 所以我这边就不改xyz 因为如果你改xyz 那你底下这个abc 也通通要改成xyz 那我觉得工程代号大了 算了 ok 知道一下了 虽然它名称都叫abc 我上个一半可以查到 底下的部分是三个变数 上面变成参数了 这可能要注意一下 那带过来之后的话 最后 它需要怎么样 把最后的结果 丢回来放在这里 丢回来 怎么丢回来 你会发现 这边有个变数叫s等于 这个是如果当它小于0 没有10根的一个字串 放在s 那这边的话 也是一个没有 一个最后的结果 放在s里面 那这边也是一样 所以 其实我们最后 还需要做一件事情 请你在if的这一阶 记得你不要放在它里面 放在里面的话 只有ls才跑 记得在上一阶 back到前面去 这很重要 你不要放在里面 然后请你加一个关键字 叫什么 return 你打到re return它就出来 return是什么 空一个s 意思 意思就是说 当你把计算的结果 计算完之后 可能放这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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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反正其中一定会有s 那把这个结果 当我放在这里 那我用return的方式 把它返还到哪里 返还到目前 我呼叫的位置 所以print里面 就会接到 这个字串里面的值 就丢到这里 OK 那就大功告 应该可以 应该知道这意思 所以以后的话 反正不管 你将来呢 程式写完之后 如果你要改变成字丁函数的话 大概几个步骤 一 请你先在上面定义一个名称 叫做这个df 然后名称给它 第二的话 请你把input output中间的这个程式 把它翻到上面来 然后按一个tape键 第一步 这是第二步 复制过来 按个tape 第三步的话 再增加什么呢 增加 增加 增加一个return 其实应该是 再呼叫 呼叫这一个 这个第三 那这个return的话 是第四 好 以后的话 你就遵循这个方法 基本上就不会错了 OK 所以像我习惯 我一般都把它 想成那个几个step 所以以后我都很懶了 我以后脑袋不用 都可以放空了 一二三四 OK了 当然有些地方 可能如果有变化 你可能要稍微改一下 OK 所以请各位试一下 把那个506这个部分 再把它改成那个自定函数 OK 画面在旁边各位试试看 OK 那这一题就 大功告成了 其实这一题真的还蛮难的 我刚刚之前看到这个题目 我卡了好久 OK 后来那个答案也是我自己找到的 其实我没有看过书里面的答案 我是不太知道它里面到底是写什么 后来我是自己根据那个 它提供的线索 自己把一些可能不足的部分把它补上去 OK 那最后写出来的结果是这样 那请各位试试看 那这一题做完之后的话 所以四个阶段 一二三四 如果你这四个步骤OK的话 那基本上你要把乘四 把它变成一个有制定函数的呼叫方式 那就OK了 第五类以后 就这样一二三四 OK 反正四个动作 记起来的话 以后这第五类就没问题了 OK 那再来的话呢 后面508就最大公英 再求最大公英 试一下